时光清浅 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沐子诗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家庭被人借运的三个迹象 每一个都要拒绝 别不信 文章来自《老子道德经》 让我们一起来听 俗话说 远去金城铁 时来铁四金 好运与福气是有定数的 正如人生的一路绿灯中 也必定缺少不了红灯 当你发现生活诸事不顺时 便有人悄悄向你借走了好运 不妨回望一下 自己的家中是否出现了这几个迹象 若有一个就一定要拒绝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世界上的事只分三种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 老天的事 人的精力有限 老天的事管不了 别人的事也不必管 可总有人邻里的纠纷 亲朋的琐事 非得掺和一脚 才过瘾 让他人的生活成了自己的必需品 无非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北宋时期 一位名叫张军宝的读书人 因家境贫寒 入坠到了一户姓潘的富户 妻子潘氏是个霸道蛮横之人 时常打骂他 于是张军宝偷偷溜出家门 与好友方静云倾诉心中的苦闷 方静云听闻张军宝的遭遇 制作了一张增制符 希望能助他增长胆实 然而 潘氏竟发现了这枚符 不断追问其来历 还命令婢女去抢走扔掉 愤怒之下 张军宝打了婢女一巴掌 并力声指责潘氏 扬言要写修书 潘氏被丈夫的态度所震惊 赶紧柔声劝阻 在张军宝的坦白下 潘氏得知了曾智福的秘密 以及方静云的存在 他愤怒不已 就将方静云请来家中 没想到 一见到潘氏 方静云怒发冲冠 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而张军宝看着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妻子潘氏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怒火 丝毫不管方静云这么做 是为了给自己出气 他私下来到临县购买毒药 并悄悄投进了方静云家的水井中 结果方家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全部被毒死 曾广贤文有言 见事莫说 问事不知 贤事莫管 无事早归 越是贤事就越有纷争 所谓一家不知一家苦 家家各有难念的经 无关的事说多做多 让好心成为越界的借口 麻烦自然会落到你家 扰他人因 吃他人果 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不幸 不管闲事的人是清醒的 不管闲事的家是有福的 未来不如开启屏蔽力 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 才能守好自家的运气 二 过分共情 化为他人的出气筒 论语中说 怨天尤人 无济于事 有些人总是习惯怨天尤人 满身的负能量笼罩 不论遇到何事 第一反应总是抱怨连连 牢骚满腹 这样的人带着垂头丧气的气息 踏入你的家门 让人倍感压抑 久而久之 家中乱套 人心惶惶 清朝年末 有一位书生李公子 曾多次科举落地 心中充满了怨愤 他四处漂泊 逢人便诉说自己的遭遇 张家主人出于心善 收留了李公子 希望他能在家中稍作休整 调整心态 然而李公子却像一块磁石 吸引着家中的负面情绪 他经常在饭桌上大发牢骚 让原本欢快的氛围变得沉重 张家长辈对李公子遭遇十分同情 他们尝试安慰李公子 可李公子却执迷不悟 坚信自己的遭遇 都是命运的不公 他的心中 似乎有一个无法填补的黑洞 吞噬着所有的正能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家的安宁日子 一去不复返 充满了压抑与沉闷 笑容也逐渐消失 终于张家众人打算劝李公子离开 没有了负能量的源头 张家又找回了久违的温暖 在《不为所动》一书中说 共感人就像是一块情绪的海绵 同时吸收这个世界的压力与喜乐 这些情绪被一点一滴积累在心中 变成了一种二手压力 过度共情 身心俱疲 家也压抑 拒绝负能量的造访 看似薄情 却是一种保护 我们要明白 拥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远比意识的面子和人情来得重要 借掉泛滥的同情心 远离这些不速之客 才能使家兴旺富裕起来 三 善良无度 沦为他人的消耗品 一经中有云 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 时间万物 皆有其度 如月之盈亏 朝之起落 善良亦是如此 善满则意 纵恶其中 人心复杂 又使你的善举 反而成了他人 作恶的温床 在苏北赖县 有一位姓张的地主 财富雄厚 听说积德行善 能够保佑自己的子嗣与财产 于是他大腿一拍 就是干 无论是修桥补路 还是资助赶口的学子 他都积极参与 十五年间 张百万的善举 赢得了张守善的美名 家产即使从百万 降到了十万 也未曾停下来 有道士 纵使身价千百万 抵不过亲戚穷光大 有一年大旱 持续了整整三年 张百万再也无余粮 接济百姓 开始抱怨张百万 变得吝啬 甚至有人开始 往张家院子里扔石头 半夜往大门上 泼大粪 一天夜里 一群鸡民 冲进了张百万的院子 疯狂地抢夺能吃的食物 和值钱的物品 就连观赏池里的金鱼 也未能幸免 张百万看到这一幕 气得一口老血喷出 当场逼命 他的儿子张友德 试图阻拦鸡民 结果被一棍子打断了 左腿的膝盖骨 古人有云 行善不当 家庭必败 一个家庭若太过善良 往往容易成为他人眼中的软柿子 邻里间宽容无度 纵容无礼 亲朋间慷慨过度 滋养贪婪 适时拒绝无礼的要求 将自己的热情给同一类人 别让自己寒了心 行善需要带一点锋芒 方能守护家运的福祉 千万不要把外人当作宝 将心放在自家人身上 生活才能越过越好 曾国藩曾说 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 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一个家庭顺或者不顺 就藏在自己的形式中 学会拒绝是一种智慧 少管他家事 家宁更和谐 适度伸援手 家暖情更长 善心须有度 家福自守护 珍惜自己的正能量 抓住每一次好运 人生自然会走上坡路 亲爱的朋友们 余生照顾好自己的人 护好自己的家 让心情多一点轻盈 让生活多一点宁静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